这是一份1974年的档案 上面的照片是当年参加冬令发放的一家人 一对夫妻 两个孩子 照片旁边写满数字 肩宽15 袖长20 背长20 每个人的身体特征都被详实记录 因为这一组神秘密码 正是冬令发放时采购物资的依据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实际的冬令发放便有了客制化的概念 希望每一位前来领取物资的感恩户 都能获得最适用最贴切的物品 档案里的这家人如今是否安战 他们是否感受到实际人的用心与尊重呢